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 不足人生千百百问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 周五十一点钟到十二点钟的 福到你家的节目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除了会有好听的歌曲 还有书籍的导读 另外也有学员的分享之外 另外在我们每周的 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 都会透过了不同的主题 来跟大家分享 在面对到了生活当中 各个不同的难关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如何用着智慧来做化解呢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持续邀请到的 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升的导师 在多聊节目当中 跟大家做提点 导师好 紫容你好 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来跟大家谈谈这个主题 就是公平不公平 正义不正义的问题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 可能是在大家的生命当中 都会遇到一个 我觉得蛮难解的一个答案 因为像是我自己家人 前一阵子就发生了一个车祸 它是在住家附近的一个路口 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擦撞 它本身是开着车 然后就看到了在路口这边 在左边就有一个阿姨 匆匆的骑着摩托车 冲了过来 然后看到她的车冲过来的时候 她就暂停 所以她是停止下来的状态 但这个阿姨可能还是 短短的时间反应不及 所以阿姨就撞了上来 所以就两个车子 其实都有小小的擦伤 然后这个阿姨也有小小的受伤 但好险也不是什么 太大的一个车祸事故 但是麻烦的就是在后续赔偿 还有弹劾结的状况了 因为其实在造势责任 看灯号或者是看着监视器的画面 其实我家人的造势责任是比较低的 但是反而在后续 是在对方要求着 不管是车辆的赔偿 或者是伤害看医生的医药费 一千多块钱 还有精神抚慰精的赔偿 他们倒是要的还蛮勤快的 但是我们自己的车辆 也是造成了损伤 但是都要不回这些的赔偿金 或者是维修费用 所以让我这个家人 就好生气好生气 但是其他的家人说 没关系嘛 反正因为别的老太太 可能比较没有工作的经济能力 然后车辆的这些维修 所以最后的状况是 就赔偿了四千多块的修车费 然后一千多块医药费 还有两千块的精神抚慰 就是可能是一个红包钱啦 所以呢就花了大概也快一万块的钱 去解决这件事情 虽然说也是圆满的和解 但是我这个亲戚 就是心里面还是非常的不公平 不正义 明明自己的造势责任就是比较低 为什么还要赔偿别人 到底这个公平和正义 要如何去做拿捏呢 指红这个漫长的叙述啊 可以知道这里面好像是有点 这个主题要再研究 对 那么听起来好像这个老太太是 二人心高壮是不是 她自己装上来 结果她还跟对方要什么 这些有的没的 是吧 那这个世界 指红这样讲 其实我想到 人家不是说什么碰瓷吗 有没有 那个是没撞上来 就沾一下 然后就跟你要 那个更夸张 所以这个好像 有一点 有一点那个味道 那这个世界上 的确了 就比如说我们在听 子龙描述的这样的一个 真实的故事 这就没有发生到 没有遇到的时候 你很难相信 这世界上有这样的情形 这样的人物 这样子的诉求 那当你遇到的时候 你才会觉得说 明明就是 都是看起来都很 应该是要很正常 尤其这样这个老太太 应该是德高望重啊 那怎么会是 在这个时候 有这样的诉求 所以让很多人 可能没有办法接受 但是你真的 只能了解 就可能是遇到的这一件了 但是在这个社会上 有多少不畏人知 在这个 在里面运作的 很多让人非常生气的 这个听起来也实在是 讲不到什么正义不正义的 问题的 但是就是你必须要去面对的 这些琐事的时候 其实你也会感叹得到 这个世界 还是有很多 看人怎么看这个 事情要怎么样 调整 为什么 今天他这个 自己撞到的人 他反而是诉求的对方 他也可能还是正真有词 那在他的心里面 是不是他认为 你本来就应该赔 是不是 对 那为什么要这么认为呢 那是因为他的 见解见识 他的经验 还有很多的这个 主观客观的 这些理由与条件 所以他认为你必须赔 但这个事实上 他所诉求的东西 是正确的吗 耐人寻味 但是你就会看到 在我们的社会上 不管是年龄 存在哪一个材料上 其实 还是有很多的事情 是在不畏人知的情况下 正在运转着 所谓的不公平的一个诉求 正在 不管是 扰乱着这个 对方的这个心理 或者是实际上 就是等于是 对对方一种霸凌 或者是 让整个红尘中 这种不祥的气氛 增添了许多 但是毕竟 这些还是 双方 一个新的运转 他所判读出来 他怎么样来 对应的这个事 那么 如果老一辈 都是长这样的话 那 他也曾经教育了 他的孩子 长大成人 那是不是也会影响到 他的孩子的见解 而他孩子 现在应该也有下一代了 对不对 对啊 对啊 那会不会是 就是这样子的 现在人不是说吗 社会之乱 实在是很难理解 为什么会越来越乱 其实 有时候想想 从一些小细节上面看 真的是不得不让人 捏把冷汗 所以我想这些东西呢 就是说 我们如果不重视 那也许明天的我们 遇到的事情 就是被这种 影响到自己的心情啊 或是什么样的损失啊 或者什么样 实在是 不知道怎么样去 接受 这样子的诉求啊 所以我想 我们一直在讲啊 这个人间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真理啊 道德啊 人间应该要怎么样的 去做一些拿捏 我想在现在的21世纪啊 怎么3C产品啊 或者是科技 这么发达的时代 有时候讲这个东西 会被人家笑 哎呀 你们真的是老八股啊 是不是啊 什么时代啦 但是你实际的去 分析一下 像社会一些 动态 有的时候还真的觉得 不管怎么样的进步 这些的道德啊 真理啊 如果大家都说不准的 情况下的时候 那就大家不按牌理出牌 那像子荣讲的 这个亲戚 所遇到的问题 那就层出不穷了 对呀 那整个社会 如果弥漫下去的话 那就很可怕了 是不是 对呀 像是真的 我自己的亲戚就想不通 他到底是哪里做了 明明看到这个 车祸事情可能会发生 所以他就先暂停了下来 但是没想到呢 后续还是发生了 这个小小的追撞事件 然后呢 后面讲真的这个赔偿啊 或者是要谈这个 造势责任的问题 其实也让他真的觉得 真的百思不得其解 明明自己是这个车辆 受损比较严重的人 那为什么还要赔偿别人呢 其实就像刚才导师所说的 可能对方他自己就有这样子一个既定的想法 就是你就是要赔偿我啊 所以是不是很多的时候 大家反而会是先站在自己的一个利益 或者是权力这边 先往外要求 但是呢 也忘了就是来看看自己 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自己是不是也要负起一些责任 但是大家好像因为保护机制太强大了 所以呢都会先去向外 先做这样子一个检讨 而不是先检讨自己 是不是在这个生命的过程当中 大家都遇到这样子一个状况 都会先保护自己呢 所以啊 这就是一个氛围啊 整个社会啊 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共振 怎么样的走向 如果大家都是 有样学样 都是长这样的时候 那还真的是要祈祷 没有一个理由去跟人家沾倒 如果是大家都没有什么样的 这个公平正义的时候 那就是随便大家说了 对不对 但是你反观现在的这个社会啊 这个世界 往往真正公平正义 真正在讲道理的 有没有呢 有 但是 是不是那么样的普遍呢 那就见仁见智 对 你有时候看到有些 什么 社会霸凌啊 有没有 网路霸凌啊 有 什么霸凌啊 那你就要想 那霸凌对方的那一方 他的心态是什么呢 对不对 他可能霸凌对方的那个人 也许是他 像他这个长辈的年龄 可能像他这个 另一半的年龄 可能像他这个孩子的年龄 那他怎么下得了手呢 对不对 对 但是有时候你想想 哎呀 这倒是人 你不想呢 可能还没有想很多 你想的时候 还真的是有点感叹 那这个世界 如果真的 从这个子龙的这个 清晰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 所衍生出来想一下 那是不是 如果这样子的氛围 越演越烈的情况下 是不是明天的 我们的所有人 都是受害者 因为大家都不讲理了嘛 大家也都随便 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再加上很多人 是不是现在都在讲真话呢 对呀 对不对 还是就是反正管你的 唯恐天下不乱呢 我就先 先下走围墙或怎么样的 其实这个在整个社会上 你现在看到 尤其网络的时代 太多了 对没错 太多让人 不知如何是好的 但是讲的那一方 永远是真真有词 对 但是 对不对 对 他所影响到的 他所害到的 是他可以去承担的吗 这是问号 所以 越是发达的时候 越是要去想想 我们如何来面对自己的未来 我们如何来想想我们的子孙 如何想想 我们这个 社会的演绎啊 在后面的这样子 按照这样的氛围 那么有一天 我们的子子孙孙呢 他们又是如何来看待这个事件 其实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 嗯 就倒是 因为其实像这种 就是现实社会当中所发生这个事情 我们都已经面对面沟通了 还是有那么多难以理清的事情 更何况呢 刚才导师也说到了 其实我们现在网络的社会之下 真的不管是网络的霸凌 或者是各种的留言匪语 都非常的容易在网络上面 透过一些文字和一些的贴图啊 或者一些照片的截图等等 来散步 像是我每次就看到了 像在脸书上面 都会有很多那种新闻嘛 然后新闻下面这个留言 哇 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只能说呢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好像每个人就看着 他的观点来说 好像都是没有错的 但是如果把它放大格局 来看着这个完整的事情发展 到底是谁有理 谁没理 好像真的一时之间难以说清 所以其实就像是这种 到底是不是正义 到底是不是公平的事情 放到网络上面 好像真的就更加难以理清了耶 所以在使用网络上面 其实也要更加的小心耶 所以咯 这个就是现在全世界的问题 以前呢 你有什么样的意见 还不能够马上的来做 怎么样的一个抒发 但现在呢 就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哪怕是你的捏造 或者你的不确定 你的这个想要讲两句话 但却又伤害了对方的 现在只要自己想做 其实就立刻达到了 但是这个的出现 那对整个社会来讲 或者对整个事情来讲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互动中来看 当然今天一个人 他贴了一个什么样的论书 在网络上 他是一般民众嘛 那可能吧 他有他的发言权 但是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 或者对于整个事情 在中间 谁是真正的受害者 或者是一些不实的这些言论 会不会影响了 我们整个你我他的氛围 就是这种事情 如果今天一个人被网络霸凌了 他一定心态不平衡 会不会变成那个人 也变成明天的网络霸凌的另外一方 那如果这样传不下去的话 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对 而现在好像这样子氛围的蔓延 好像已经没有什么对错可言 只要自己喜欢 反正就是这么做的情况下 所以像子龙这个亲戚的这种故事 那我相信在网络上 不管有事没事 只要喜欢的话 照样可以把它讲得跟真的一样 那这个的确是很可怕的 不光是自己受了很大的影响 我们的这些家人 子孙 都会受到更多深远的影响 所以有的时候 这个人 是不是还是要反观制造 到底自己的所作所为 对得起还是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 没错 真的 因为导师也常常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做提点 真的反求诸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但是遇到这种 自己觉得很不公平 很不正义的事情 但是没办法影响别人的话 要如何透过了 不同的一个心境的转换 来让这件事情更加的圆满呢 如何调整自己的心绪 把这个事情处理了更加的好 这倒是另外一个议题 不过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来休息一下 听个音乐 送上这一首 《太阳升的道师》 所作词作曲的歌曲《心愿》 在音乐之后 稍微的休息一下 在待会儿的单元当中 持续请到了《太阳升的道师》 为大家做提点 从小到达经常想着心愿 总是祈求它会如愿 有时煎熬 但愿一切正月 凝望着天空无所远 一花言日子几十年 现在才接通了天线 也才发现这些看见 在在在的感动的感动 感动万千 渐渐的相近远远 与天上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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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再彷徨 不再 不再斷截 安不住本就实现 这一生还有什么好蔓延 心愿 心愿 有了心终会如愿 用对方法加速实现 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富足人生千百万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 福到你家的节目 在今天的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当中 来跟大家谈谈这个非常难解的一个话题 是透过了我自己亲戚当中的车祸的经验 再后去谈赔偿和解的过程 真的是有非常多不顺心不顺遂的地方 但是没有办法影响到别人 但是我们可以返求诸己 可以让这个事件有圆满的落幕 要如何呢 透过了自己的智慧来做这个好的解决呢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持续邀请到了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盛德导师 在多来要节目当中跟大家做提点 导师好 人容你好 以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像是在这个事情发生过后的几天 就要谈和解和赔偿嘛 后续非常复杂的一个事宜 那在南部的这个亲戚呢 就打电话到台北来问我妈妈 因为我妈妈其实在台北这边呢 有帮很多的朋友啊 也处理过了相似的这一些 可能车祸等等的事件 然后就来请教 那反正讲到最后嘛 就好像对方也还蛮强烈的要求 需要做这样子的赔偿 毕竟可能对方老人家 然后年纪比较得高望重一点 想说因为都是认识的人嘛 又是住在附近的邻居 所以就想说啊 不要打坏关系 所以其实后续呢 我们也赔偿了对方 不管是车辆的钱 或者是一个受伤的钱 还有一个红包 让他压压惊等等的 然后好像呢 在花了蛮长一段时间 跟他讲述完这样子的概念之后 他的心好像也比较渐渐放下了 从原本就是刚开始讲 非常非常的生气 然后一直没办法理解 到后面好像 换一个心境去想 或者是换一种方式 来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心态就会好了许多 是不是在我们面对到了 很多人生的过程当中 没有办法去解决 别人的事情的时候 真的有时候反仇诸己 来想想 自己可以在这件事情当中 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其实有的时候呢 也是对自己 比较好的一种选择呢 是 所以刚刚子蓉说 你的情绪最后想通了 那还是一件好事 如果他想不通 然后每天这个事情卡在心里面 然后可能后面产生了化学变化 搞不好还会因此得了什么病 不管是身体的病或心理的病都有可能 那这样子的话就得不偿失了 有的时候就是人的思维啊 他会决定后面的结果 那么就看我们平常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被熏陶啊 怎么样往好的这个可能性的发展去做 可能的一个心态的一个先充实一下 所以当什么事情的时候呢 你比较容易转念 你比较容易营造 你比较容易看得开 否则 我们的的确确现在很多的报道啊 都是心中啊 这个砍过不去啊 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 心理的健康 也会影响到我们可能的运气啊 那整个这个每天20小时的这种际遇 只是我们要不要去接受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那些人说 比如说现在有些听众听了这个则我们的访谈 他可能就是说 哎呀你们怎么这么无聊啊 这个是什么大不了事情啊 跟我没关系啊 今天这个课题不太好听 对不对 但是如果不巧遇到了 才想 哎呦 怎么上次听到人家讲这个 怎么自己这么巧就遇到了 对啊 那遇到的时候 因为平常有没有做一个可能性的 心态的上班推演啊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中心的思想 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个调整或转换的练习 在平常我们可以来做一些思维的时候 我们如果没有把握机会 事情来的时候 也许他没有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呢 来做可能的一些调整啊 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波转的可能性 可能就一个观念啊 转不通 可能就卡死在那里了 嗯 那最后就是我们自己苦在里面 别人搞不清楚 别人说哎呀 就像子彤说啊 哎呀就看开一点 有些人他像你这听起来还好 还看得开 嗯 有些人他说哎呀你不懂我 我有多苦 你怎么要我看得开 我就能够看得开 对啊对 那这个时候就是天壤之别的这个后面 衍生的这个这个后续就差很多了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啊 有时想无时啊 未雨绸缪 嗯 可能真的就是看每个人的这个拿捏啊 你要怎么来看 人生的演绎啊 嗯 怎么样让自己可以在平时啊 做一些万全的准备 那怎么样呢 让自己呢 更胸有成竹的来面对这个世界 那我想能够先给自己怎么样的一些加分呢 又何乐而不为呢 嗯 所以这也就是在分秒间呢 日常生活里 由这个事情的一些端倪啊 来想着自己 好 如何的来面对自己 这么多 崭新的分分秒秒 崭新的每一天 嗯 是这样 对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 其实就是哎 让大家呢 可以很好思索的一个机会 就像刚才导师也说 就是哎 可能我们每一集 所谈论到这个主题 都不一样嘛 那可能觉得说哎 这个东西跟我没有相关啊 那所以就不去了解 不去多做的这些思考 但是其实我们就是因为人生当中真的是千奇百怪的事情都可能会发生 也都可能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或者自己的生活周遭哦 所以我们每一次不管是透过了主题的分享 又或者是有一些是读者听众的这些提问 哎 其实我们都可以在每个主题当中可以来想想看 哎 如果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话 哎 我可能会怎么样想怎么样做 当然我们还是用一个比较旁观者的角度啦 那如果自己呢 真的面对到了 可能又是另外一种处理的方式 不过导师所说的真的非常的好 就是呢 我们其实真的是 时时刻刻都要去做这样子的了解哦 不能说哎 这个主题好像呢 看似跟我现在的生活是没有关联的 我们就不去做思考 但其实有的时候啊 如果真的遇到的话 然后没有先做了通盘的了解 就会拘泥在当中 像是呢 如果这个事情发生了 哎 如果真的是最后 这个和解啊 就是和解的非常的难看 然后就算赔偿了钱 但是自己心里还是各种过意不去的话 就会好像有点在这个牛角尖一直钻不出来哦 这样其实也是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 就会是一个比较负面的一个例子 那可能下次再发生了相似或者是类似的事情当中 你就会把这一次的这个负面的例子 哎 再度的拿出来想说 啊 我之前就是这样啦 就是放了别人一码 然后造成了自己金钱的损失 然后就开始有更多负面这些情绪 所以真的有的时候要把自己的心绪放开 其实有的时候也不太简单 所以要透过了非常多不同的方式 或者是透过了一些日常的练习 来让我们自己思考或者是智慧可以有所提升呀 是 就好像我们超级生命码的系统啊 在全世界啊 有那么多的人陆陆续续的遇到的这些过程中 好多人呢都觉得说 哎呀 相见恨晚 哎呀如果早遇到20年就好了 如果早怎么样的话就好了 对 那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繁忙的红尘中啊 的确确你说每天早九晚五 哎呀 中午吃什么可能都顾不上了 怎么会想那么多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在这个 急促的生活步调中 也没想太多 总认为哎呀我有无数 还没解决的事情 哪有时间先行功夫 来看你们在讲些什么 但是殊不知呢 可能一个际遇啊 能够真的去试着了解一下的时候 那么在今天看呢 我们超级生命码的这个系统 在全世界已经帮助了无数的人 是农工商 或者是这个社会的高级分子 或者是哪怕是一个小学生 哪怕是一个托儿所的这个小孩子 也因为他妈妈 爸爸的带领 他都会觉得很富足的一个像小孩的结果 你就可以知道我们超级生命码的确确 但是没有再分年龄 只要你愿意的来感受 来做可能性的一个这个摸索 你就会发现在这个完整的系统里面 是可以让我们的人生产生更多亮丽的未来的可能 而早一点遇到 早一点来做这个了解与实验 那我想如果真的有那么多人 经过他们的实验 都是正式的情况下 那可能你不嫌弃的选择中 那对还是错 那这个实验下去 马上就可以揭晓的情况下 早一点做结论 那早一点 有一个这个生命当中的一个辅助工具 那早一点是我们的福气是这样子 嗯没错 因为真的在我们的生命过程当中 有太多这些事情 哎如果我们不早点呢 去做了解 或者是让我们智慧有所提升的话 可能就会影响到后面的非常多的事情 然后就会影响到了我们自己的判断 还有我们的准则 所以呢就邀请大家可以一起 透过了不同的方式来认识超级生命密码了 那除了听到我们的广播节目 Podcast节目 福到你家之外 也欢迎大家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的话 可以在网络上面搜寻超级生命密码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官方网站 另外也有脸书粉丝团 而且我们在手机当中 也帮大家建制了手机的APP 大家可以在各种不同的系统当中 来下载超级生命密码梦想舞台的手机APP 在当中除了会有好听的歌曲之外 另外也会有很多的最新消息 而在全世界各地 我们也会有超级生命密码的圆满人生精英会 这个精英会其实就是大家一起来分享着 太阳圣德导师所出版著作的一些 不同的经验分享 还有导读的时间 那因为在全世界各地的精英会 时间地点都大不相同 也欢迎大家可以透过了官方网站 或者是手机APP当中 来询问客服人员 离我们自己生活的地方 最近的这个精英会的时间地点在哪里 也欢迎大家呢 可以多多把握每个不同场次的精英会 一起讨论 一起分享的时间了 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 或者是想要来拨打电话来询问的话 大家可以在一般的上班时间 来拨打台北的电话 02-5599-5439 在台北的电话是 02-5599-5439的电话 在我们的上班时间呢 拨打来询问了超码的相关讯息 或者是精英会的时间地点 就邀请大家透过了不同的方式 一起加入其中了 那在今天的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当中 再度的邀请到就是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生的导师再度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做提点和建言 谢谢导师 谢谢子蓉 谢谢大家 再次的感恩太阳生的导师 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的建言 也欢迎大家咯 如果想要听到更多不同的主题内容 也可以在podcast当中搜寻 辅导你家的节目 就可以听到我们在先前所有的 不管是学院的分享 书籍的导读 或者是太阳生的导师 来为大家所做的提点咯 除此之外 在每周六也就是今晚的八点钟 也欢迎大家可以打开了脸书 还有YouTube频道搜寻 因为你音乐的音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影音节目 在当中除了会有好听的歌曲演唱之外 另外也会有短分享的时间 欢迎大家也可以透过影音的方式 来更加的深入了解 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咯 而且今天的福到你家的节目 最后一首好听的音乐作品 送给大家的是来自太阳圣德导师 所作词作曲的《欲光共舞》 好 听的音乐之后 也要先跟大家说声再会咯 我们在下周六的同一时间 同一频道 周五的十一点钟到十二点钟 还会在空中跟大家相会 我们下周再见咯 拜拜 来 来 日月星辰 永恒不落幕 满秒几云 灵魂在清暑 树生远飞 生命又望住 身心不再哭 身心不再哭 余光够 一步一步 命令不再无 放下纷扰 黑怀怀梅 人生几何 云光相处 成家最真挚的礼物 为美专却 云光共舞 生命也冷 心的悦谱 吸出你我 侥幸一物 应关的福 解开生命美丽的父母 阳光的微风 蝴蝶最初 好幸福 沉醉在满足 过度 与关共舞 幸福转眼无不清 我不放手 与关共舞 就这样幸福 这有光祝福 棺材回生命途 灵魂好幸福 从此你我又光处 感动领悟 千叶旅途 一幕一幕 千叶旅途 阳光终了 与我心生处 千叶旅途 阳光终了 与我心生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沉醉在满足 黑夜里 阳光保护 黑夜里 阳光保护 不孤独 遥静夜空看心意 全新旅途 就这样好幸福 在光中转圈圈 余光共舞 好温暖好闪烁 远光无步 有天地好富足 远远光明露 在红尘中瞭露 这样幸福 余光共舞 从此富足 就这样幸福 余光共舞 从此富足 就这样好幸福 在光中转圈圈 余光共舞 好温暖好享受 从此富足 从此富足 就这样幸福 余光共舞 从此富足 就这样好幸福 在光中转圈圈 余光共舞 好温暖好享受 远光无步 有天地好富足 在光中转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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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酸的温度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